哈喽,欢迎收听Talk Taiwanese Mandarin,我是Abby 然后也开始去上一些课程,去学一些我想学很久的东西 那我也很高兴,我决定先休息两个礼拜 有一句话叫做,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这句话虽然有一点老,有一点老套 不过,不过我觉得不管在做什么事情 不管你是在读书,在工作,或是做任何一项东西 该休息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休息 因为两个礼拜没有入音,然后在忙别的事情 同时我也得到很多灵感,得到很多点子 想到很多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因为我很容易压力大 很容易很焦虑,他就跟我说 你在压力这么大的状态是没有办法有创意的 例如说我想要写一些东西,我想要做一些东西 反而做不出来,写不出来,想不到什么好的点子 那他就说,好好的去放松 你才有办法发挥你的创意 我自己很同意,因为当我在放松 不管是在散步或是放松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我反而就会得到很多灵感,很多想法 好,就只是跟大家先聊一下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台语 其实我很惊讶,我收到很多听众都想要听我分享台语的话题 或是问我一些台语的事情 这让我很惊讶,没想到这么多外国朋友对台语有兴趣 那我也很开心,所以特别做这一集 来跟大家分享,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那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说 年轻人会不会说台语? 如果外国人来到台湾,他需不需要学一些台语的词?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之前我有做一集在讲母语日 那一集有大概提到一些台语 那我今天再跟大家分享多一点 就是年轻人会不会说台语? 这个其实要看地区 像我是北部人 那台北就很多人不会说台语 大部分的年轻人是不会说台语的 那我自己的话 我的爸妈是说台语的 跟小孩子说话的话 就会台语跟华语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讲话就是台语跟华语混在一起 那我的台语听力是蛮好的 大部分的台语我都听得懂 可是说的话 因为平常没有什么机会说 所以说得不太好 不太流利 那这个是台北北部的情况 如果是在中南部的话 中部跟南部的话 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发现很多人会说台语 像我目前住在南部的一个城市 我最近搬到南部的一个城市生活 就可以发现很多人都在说台语 也包括年轻人 那我认识一些朋友 我有问他们说 你们在家里都会说台语吗 他们说对 所以要看你在哪里 那关于台语这个语言 可以讲的事情很多 那一集可能也讲不完 我也不是台语的专家 所以这集主要就是 就我自己的经验 我所知道的 跟大家分享 那刚刚说到 越来越多人不会讲台语 越来越多年轻人不会讲台语 像我这个年代 不会讲台语的人 已经很多了 那在更年轻的小孩 可能就更少人会讲了 所以说这面临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越来越少人会讲这个语言 也就代表它其实正在慢慢的消失 这个文化这个语言 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推广 没有好好的去保护的话 它其实是在慢慢的消失掉的 所以现在就有很多台湾人努力的在推广台语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来学习台语 然后找回我们自己的文化 不要让它流失掉 我这边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一些历史背景好了 所以你们可能会对台语 有更多的了解 那在以前就是国民党政府从中国来台湾之前 和日本人来台湾之前 那个时候台语是台湾主要的语言 大部分的人都是讲台语 当然还有其他文化背景的人 像是原住民还有客家人 不过主要的语言就是台语 后来日本人来台湾殖民后 就教大家讲日文 所以那个时候主要的语言就是日文跟台语 后来国民政府从中国来台湾之后 就禁止大家讲日文 也禁止大家讲台语 要讲华语或是国语 所以那个年代的人 那个年代的小孩 在学校是被禁止讲台语的 如果你讲台语会被老师处罚 那因为被禁止被处罚 就会变成说讲台语好像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会被笑 也让大家渐渐的不去讲这个语言 所以台语这个语言 其实长期以来是被压迫的 那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 因为有不同的殖民者 不同的政府 来台湾 变成我们流失掉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语言 那后来台湾民主化 变得民主跟自由 大家才能开始去找回自己的文化 找回自己的语言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推广 想要保护台语 让这个文化流传下去 那我自己也是很支持这样的运动的 这就是大概的一些小小的背景 那我自己最近其实也在想要好好的 想要把台语学好 因为我听得懂台语 可是要用台语对话就有点困难 那我希望可以说的比较流利这样 那越去了解台语 我发现台语真的是一个很优美 很美丽的语言 那回到刚刚的话题 他问说 如果外国人来到台湾 需不需要学一些台语的词 那其实跟刚刚我讲的又有一点关系 我觉得要看你来台湾是做什么的 如果你是来旅行 不是很长的时间 可能一个礼拜一个月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必要 不需要 当然你要学的话也是很好 也是非常棒的 但是学台语是需要时间的 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语言 如果你问我需不需要的话 就是不一定看你自己 好那这个是如果你是来旅行的话 如果你是来生活的话 那也要看你住在哪里 如果你住在台北的话 那我可以说不用 因为台北人自己都不会讲台语了 可是如果你是住在中南部的话 特别是南部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学一下 我也不会说你一定要学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还是都会讲华语 还是都会讲国语 除非是年纪非常大的 阿公阿嬷 可能就不太会讲华语 可是年轻人一定都会讲华语 这个其实是看你自己 并没有说你住在南部就一定要学 或是住在台北就不要学 还是要看你自己 当然你在台北就不太会用到 还是会听到 但是以年轻人来说就不太会 那在南部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在台湾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或是你想要在台湾定居 就是住下来 永远住在这里 或是住非常长的时间 特别是在南部的话 而且你又很想要去了解台湾的文化 想要跟不同的人对话 那学台语真的蛮有帮助的 怎么说呢 因为光是你会讲华语 我们就觉得很不错 如果你还会讲台语 哇那我们真的会很惊讶 会觉得哇 你是真的对台湾有兴趣 对台湾很有热情 你才会花这个时间 这个这么多心力去学 我觉得对你的印象会非常好 对 所以这个是看你自己咯 那我觉得就算你没有要学台语 但是你很想要跟更多在地人 特别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在地人聊天的话 如果你会几个台语的词 也可以让大家对你的印象很好 很有亲切感 例如说最简单的打招呼 你好 台语就是你好 你好 我的发音可能没有到很标准 不过大家听得懂 或是早安 台语是老乍 对这两个是最基本的 还有一个也很常见的就是 吃饱了吗 吃饱了吗 就是吃饱了吗 对在台湾 最常打招呼的一句话是 吃饱了吗 大家反而不会说你好 会问你吃饱了没 所以你会这三个 你好 老乍 吃饱了吗 你可以讲这三个台语的词 其实就会让台湾人很爱你了 因为听起来就是很亲切 如果大家真的对台语很有兴趣 想要我教你们一些词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跟我说 那也许之后我可以做一集 来教大家一些常见的台语的词 那我再回答另外一位听众的问题 他问说 对于住在台湾的外国人 有没有什么建议 可以更尊重台湾的文化 当台湾新住民可以做得更好 哇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认真的问题 其实光是你问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你很棒了 因为你住在台湾还会想要 怎么说 去尊重台湾的文化 然后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那你真的让我觉得很棒 很感动 好 那我来认真身为一个台湾人 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只是我自己的立场 并不代表所有台湾人 当然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 但是就我自己来说 第一个我觉得 会去讲我们的 会去讲我们的语言 那当然台湾现在共同的语言是华语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中文不是一个很好学的语言 对于外国人来说 它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语言 我觉得光是你认真去学中文 然后去说中文 用中文跟台湾人对话 我觉得 其实就已经很棒了 因为并不是所有外国人都愿意花这个时间 这个心力去学一个 这么有挑战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 光是你去学我们的语言 就是一种尊重了 那刚刚提到的台语 这个我觉得看你自己啦 你不一定要去学啊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融入当地的文化 想要跟更多人对话 去学个几句简单的台语 也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 去学个几个简单的词 我觉得就会让大家感觉很亲切很棒了 那我觉得今天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是外国朋友们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听懂我的节目 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代表你的中文程度 其实已经蛮好的 已经是有中级 或是中级以上的程度 哇那学中文学到这个程度 我已经要给你们拍拍手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了 因为有多少人学中文 只学到初级 他就放弃了 他就学不下去了 或是就一直卡在那里 因为要学到这个等级 真的很不简单 所以我觉得你们已经很棒了 那我觉得你去学我们的语言 去说我们的语言 然后去试着去了解台湾的文化 那这样其实就是对于台湾的尊重了 你不一定要什么都知道 或是要很刻意的去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慢慢的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可能去听一些台湾朋友的分享 或是上网查资料 或是听我的节目 慢慢的对台湾的文化 有更多的认识 然后保持一颗开放的心 就是有些文化可能跟你自己的文化很不一样 但是去尊重 不会一直以批判或是批评的角度 来看待别人的文化 那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棒了 也非常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觉得很感动 不知道你今天听完这集 有没有什么想法 如果你想要听我讲更多 关于台语的事情 或是你有什么想法 想要跟我分享的话 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可以在我的Patreon的post下面留言 或是可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在这一集的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最后我要来回馈一位听众 在Apple Podcast上面给我的评论 这位是来自美国的feelsgoodman 他说中文学习的资源有很多 但非常少是专门做台湾华语的 又更少资源是针对中级程度的学习者 还有一些有华人背景的学习者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podcast 可以让你的中文更进步 学习更多词汇 非常谢谢feels 感谢你的评论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到Apple Podcast 给我留下5 star 5颗心的评论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feedback 那如果你想要给我支持 希望可以帮助我制作更多节目的话 欢迎加入我的Patreon 在上面你也可以下载到 每一集的transcript study sheet 或是你可以到我的网站 talktaiwanismandarin.com 去请我喝杯咖啡 帮助我继续做更多节目 非常谢谢你的收听 也欢迎大家去追踪我的 IG YouTube channel 订阅我的newsletter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